那既然都已經拿出來了 我們就先從這個攝影機開始介紹 那就是Label 10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我們試鏡的音響 你的Pitch我都還記得 對對對 我那時候一聽到就想說沒有2.11 哈哈哈哈 2.10 對到10 其實我們在音響設計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怎麼樣可以減少最多的電子垃圾 因為我們發現一件事就是 3C產品的生命週期太多 兩到三年 那除非你很有本事 就是很有資金或什麼 你可以每一兩年就推出一個新產品 甚至每半年就推出一個新產品 不然其實你的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怎麼把一個產品的壽命能夠 第一個延長 那沒辦法延長的情況下 我怎麼減少成本 那減少成本呢 如果在 對於工廠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 量越多成本越低 那你一開始 你又不可能有 這麼一百萬個兩百萬個的量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設計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規格 我怎麼樣把 透過材料 或是透過設計 來把這成本降低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是打算做一個 360度的音響 因為 音響的限制實在太多了 就是一般傳統音響 它一定要 比如說有皇帝位 一定要怎麼擺 擺動了兩三年真的會換掉嗎 其實不會 對 我想說它跟那種很好的耳機 是一樣的一次 那音響商品 可以傳給後代的 對 跟電子商品 為什麼兩到三年就會被太壞 不是音響本身的問題 就是連接技術 比如說藍牙 WiFi 4.2到5.0 了解 所以我的例子是 Apple之前出了新的手機 搭屏換了 對 從以前的那個比較長的那個屏 換成那個Light 是是是 那個時期所有出的藍牙音響 都是可以直接插iPhone上去 那一瞬間它出來之後 那商品全部過期 對 因為它加一個適配器就太高了 對 全部被淘汰 那對音響來講很無辜啊 它聲音也沒變 連接方式改變了 它就不能聽了 它從一個本來上萬元的音響 變一個垃圾 它只是因為它連接方式改變 它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我們從物理去討論這個聲音的話 聲音就是傳遞聲波 所以我們在想說 你既然傳遞聲波的話 為什麼其他的音響都是要擺正面 因為你可以最直接聽到聲波 那很多人呢 其實買百萬音響 再花一百萬的錢 裝潢自己的房子 因為譬如說有反射啊 對啊 還有吸音棉啊 這些等等 那其實 就 對一般人來講 這又是一個很高的門檻 所以我們就想說 既然聲音會反射 我們就好好利用它的反射 所以我們只用了四個單體 那每個單體呢 是面上跟面下 那既然聲音要反射 我們就用一個很高密度的金屬錐 它聲音打到金屬錐之後 直接被反射 所以它360度都是透過反射 聽到一樣的聲音 而且它卻只要用一顆單體 就完成這件事情 它是物理 那我們就把這樣的音響去 透過這樣的設計 我們就只用了四個單體 那Apple的HomePod 它用了七個單體 它用排列的方式 那其他的可能 360度的音響商品 都只用比如說 單體對接的方式 那這樣的話 成本第一個就高 你多萬個單體 都是倒入一千元 對 那第一個是用了比較少的成本 那第二個是這樣的 東西雖然簡單 但是沒有被大家提到市場上 所以市場上 你看到這個東西 覺得 哇 這是一個好有創意的事情 好有心意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 在Tixar 那時候 募資的時候 募了22萬美金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成績 很厲害 這個成績 我們覺得很驕傲的是 音響商品 募到這個成績 在大家都沒有聽過的狀況下 這是很難的 沒有聽說過的其實 通常這種東西都是聽過才耳朵買 其實我要聽到 對啊 就好像沒有試穿過就買衣服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對於這樣的理念 覺得說 其實在這麼求新求變的社會 或是這樣的市場上面 其實很少人就是 回到最初 聲音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大家買音響是為了什麼 這些等等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再把這個 再反腐歸真一點 就是說你聽聲音 影響到你的心理 或者你聽聲音 影響到你自己一天 這樣 就你的pitch我記得 對對對 這樣的image 我們就把它加到 我們的音響裡面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些 自然環境音啊 甚至像光線啊這些等等 希望就是 把音響的附加價值 能夠再提高 對 所以大概是我們 在音響設計上面 我們的一些故事 跟我們的想法這樣子 那 在第一階段當然就是 很順利的把這個商品 能夠做出來 然後跟消費者 見面這樣 那後來 當然還是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是 說我們 我們最大的希望是 我們的系列商 這個之後 下一個等等 我們可以減少一次性的 模具開發 所以我們在開發完這個商品之後 有很多關鍵名組件的模具 我是可以 使用到下一個商品 模具化 甚至在以後的商品這樣 那 這個商品當然也還是有它的使用壽命 這個使用壽命 可能不是我們訂的 那可能是消費者覺得說 我每三年想要換一個音響 就跟買iPhone一樣 它不見還需要換 但是它覺得 這就是一個形容器 不好意思答對 那你如果有兩個這個 它可以比是作用 它可以比是作用 左右三道 就跟耳機一樣 OK 但是三個就沒有 三個沒有 但是我們接下來新的產品 就是它可以串連多個 了解 那 我們就希望把這個東西 模組化 就可以到新的產品 所以 concept是 如果你買這個影響 兩年到三年之後 它有一個回收的機制 那回收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電商量測 等等去告訴你 你的單體以下的健康狀況 怎麼樣 可以一個適度的折價 讓你能夠 還是可以換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一樣是我們的系列商品 這樣 那我們就要想說 這個IMAG 到底要怎麼跟消費者去 你說量測試 只有你們能量 還是它在家就可以自己量 它需要透過就是 專業的電池測試 所以它沒辦法 直接問它 或哪個手機 就量起來 OK 跟電池說明不一樣 對 跟電池說明不太一樣 可是未來有 比如說APP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針對電池 或是一些關鍵的東西 去做量測 但基本上 我們還是針對 裡面的關鍵主義 比如說喇叭的單體 喇叭的壽命 這件事情 去做一些量測 因為那其實很快 它就是一個 頻率的掃描之後 告訴你說 它的效率本來 標準是在這邊 它現在可能已經衰減了 比如說多少幾滴 幾這樣子 到時候我一樣的功率給它的時候 它可能沒有那麼大聲的 等等 就是說它已經有一個 使用年限之後的衰減這樣 所以那個是一個蠻快的兩側 只是它需要在特定的場域 嗯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並不是它快衰減了 而是我看它覺得膩了 對不對 因為看它覺得膩會比較早發生 對 它實際真的衰減 然後不能用 那可能在以後 對 所以應該是不需要任何理由 才對 就算它明明狀況好好的 我只要覺得看膩兒 我想要換一個 不知道Hello Kitty 或什麼樣 那與其說 你買一個全新的 那不如就直接 然後我們就直接 買一個新的 但是在送貨來的時候 可以順便收走這個 對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順的一個流程 我覺得 先買一個新的 但是它送貨的時候 收走這個 然後之後你再給它refund 我覺得這個比較順 比你說我得先退 然後再挑 然後再回來 你看中間有一小段時間 我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我如果先來 再推 那我隨時都有影響 對 所以 我們現在其實也是在針對這個 回收的機制 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商品 2018年推出 對 在布置零來上市 然後2019年年初 全部送 就是Deliver 所以到現在其實差不多 兩年的時間 對 它開始進入一個 有一些 新的產品出來了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客服 維修等等 它沒有摔到 這些等等 就是差不多兩年的週期到 所以我們現在 開始第一個是 有一些客服的需求 所以有一些人 會回收它的商品 那加上我們新的產品 就是去年 2018年年底 2020年年底的時候 也 也 商務資訊來上市 所以其實大家 對於這些 就是新的產品 跟舊的產品 之間的一個 關係 大家也開始重新思考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時候 把這樣的概念提出來 好像是一個 蠻好的事情 非常好 對 只是我們在想說 怎麼樣跟 消費者去溝通 或是讓他們習慣說 我買一個東西之後 可能 兩年之後 他是有一個 退 可能 更新的機制 我不要講退 更新的機制 這樣子 因為 其實很多消費者 他買東西就是 衝動型消費 就是我現在看到 我現在買 他回去 不見得我自己想要 退換貨又是 非常方便的事情 所以他怎麼讓他 就是說 我買這個東西 或者是Lagel 10 這個品牌 在這樣的市場的 影像裡面 是一個 我買這個東西 是不會浪費的 那我永遠可以在 Lagel 10 裡面去拿到 現在都是直購嗎 還是沒有 reseller 現在目前都是直購 那如果都是直購 你本來就認識他 對 那所以 他出於任何原因 跟你買一個新的 你都可以說老客戶打折 對啊 那你如果打折的話 那你願意trade in 那你就再還他一筆錢 其實就這樣 因為你是直購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想策略 對啊 事實上這也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種 對 是有經銷商 或者有什麼其他的促銷 你跟別的產品 合著賣 或者你送服務 或者是買服務送產品的時候 才有各種利弊的食藥權 可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是直接跟你買 第二次也是直接跟你買 那所以就是老客戶打折 或者老客戶推薦員打折 那你trade in 然後再發他一筆錢 就這樣 因為我們實際上想要做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把東西都模組化了 所以因為現在的產品只有1 對 那今天有第三個 對 因為他的樣子基數不多 對 那多的時候 就是開始慢慢每年 就是有固定的產品可以做研發 就是你的開發能量慢慢提升 對 因為一次性的模具 他已經開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一次性 就是這些已經開好的模具 就是把條件放在那邊 我們就可以真的現有條件去構想 我們新的產品 我理解你的意思 這樣什麼樣子的時候 那 我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樣讓消費者認為說 我今天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是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我下一次還可以把這東西 就換回來 那我就再 對 就我剛剛說的 他先收到新的 先插上電 先停 發現他並不比舊的差 這個時候他就會很放心的把舊的 讓你收回去 但是你要我先把舊的送回去 等個一個禮拜 新的才來 發現新的其實比舊的差 那我又要再換 這個流程就很奇怪 理解 然後 因為商品就是除了直購以外 因為我們發現直購這件事情 畢竟讓大家花錢 花一筆錢 還是對很多人來講 還需要思考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用租賃的方式 就是去提供一些人在特定時間內的需求 那我們在想租賃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想要對個人 因為我們想要針對 譬如說月子中心 或者是住產所 這些特定的單位或特定的組織 他們在特定時間內的特定需求 去提升他的這個 就是使用需求量 所以我們跟 其實在跟宜蘭的一個住產所 他們固定有在開一個媽媽課程 所以我們就提供我們的商品給他們 他們在居家服務的時候 他們可以把這個當作他們一個 算是居家服務的特色 所以他們就可以攜帶一個影響產品去 然後他是有一些自然的環境 所以他在叫媽媽一些 比如說運動、抬轎等等 這是可以當作一個特色的優點 所以他一個禮拜平均用多久 那個住產是 他一個禮拜是會去那個 那個孕婦家大概三天 OK,所以大概一半的時間 一半的時間 那每次他都要去你們這邊拿 我們那個就是直接放在那個 宜蘭的那個住產所 那這樣子跟分期付款 跟你們買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分期付款他可能就是 他 分期付款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購買的行為 所以他可能 比如說分期完之後 他想要去升完 他就不會想要用這個商品 但是在坐月子或是跟住產 直接配合的過程中 他可能是坐月子的這一個月 他因為住產 因為月子中心有這樣的設備 或者是因為他有一些胎教的需求 所以他覺得這一個月這個是重要的 他可能回家之後 或許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 他可能就會去購買 或者是他覺得說 那我不需要 就是這個階段使用了 這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他是住產師或月子中心的服務 反正這個是服務的一部分 對不對 就是product as a service 但是product as a service 那除非說這個住產中心 或者這個住產師他後面 也沒什麼別的客戶 那這個時候他不購買 才會對他有利 因為他之後就可以還你們了 但是如果他之後 其實還是會拿這個去服務別的客戶的話 那不管你把它叫做租金還是叫做什麼 其實概念上面就是一個 你保證他一直不會壞掉的一個商品而已 其實還是商品 其實還是產品的狀態 對那 所以我想問你 一個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他實際上如果他不租了 這個月子中心或住產師不租了 那反正他就交回給你們 這樣就好 那現在相當於幾期呢 就是相當於他的實價 你每個月收他 九百塊錢 然後這個實價是 這個實價是兩萬 OK 所以大概二十幾個月這樣 OK 因為我們最初的想法 其實就是想的很簡單 是租車的概念 對 為什麼大家其實可以買車不買車 對 但是因為 為什麼很多人 因為我之前在美國生活的時候 大家其實家裡有車子 對 可是只要一出去玩的時候 一定是去租車 對 是因為他在這個特定時間內 第一個是他不想花 就不想開自己的車 因為車有維護成本 對 為了時間還是錢 對那第二個是 我只要在這個特定時間內 滿足我的需求 其實我就好了 謝謝 所以我就把一樣的概念 在音響商品裡面 因為他其實不是一個 每個居家必須的商品 雖然我們一直告訴自己說 比如說更好的生活啊 應該有什麼影音設備啊 這些等等 但其實這不是一個 必須要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是 一開始非常簡單的想說 那如果要增加他在特定時間內 使用去 就像我出去玩要租車一樣 我什麼時候必須要讓到影響 所以我就在想說 那我先把特定時間找出來 什麼事情是有一個特定時間 比如說生小孩 就是這10個月 坐月子就是未來的這一個月 不可能delay15個月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加上就是 一些媽媽啊 對於這些心情啊 情緒這些 大家慢慢越來越重視 加上我以前自己是 運動員的經驗 告訴我 其實聽音樂這件事情有助於放鬆 當然 不是音樂本身 是因為你聽這個音樂 你有安全感 就像我們在國外比賽 或者出去外地比賽的時候 你聽到那個音樂是你熟悉的時候 你就不會管說 我今天是不是都很不習慣 那其實聽音樂就是這麼一件事 那所以一樣的概念 如果放在媽媽身上這些什麼 他其實雖然我不會懷孕 但我也沒有懷孕 就是 我想那個緊張感是一樣 他面對有未知的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一個 他已知的東西 來去讓他放鬆 那其實這也是一些月子中心 或一些助產師他們在努力去做 那有些是可能是透過呼吸啊 運動啊 那其實音樂是 對我們而言是比較簡單的切入點 那每個人那些月子住場所 跟月子中心有一些 蠻好的合作 所以他們也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蠻好的方法這樣子 那所以現在別人 一個月九百塊 你也住他嗎 對就是我們 任何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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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是你們網站商 或持購的地方 我們目前租營的服務 只有對特定的組織 或是跟特定的單位 當然其實我們也有想要開放給一般的民眾 譬如說現在 疫情而言 可能居家隔離14天 就是一個特定的時間 那可能這14天裡面 比如說防禦旅館也好 或是居家隔離也好 他可能有這麼一個需求 那你當然是可以直接寄到那個地方 然後等完14天之後 我們再派人去收這樣 所以其實 對我們而言 租營這件事情的首要條件是 特定的時間 這個是很重要 當然 所以找出特定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為什麼你在這時間內需要這個東西 理解 那他就是決定他要改成擁有 就變成類似適用 那他如果覺得說沒有這段時間過了 他也不需要了 那這個就回到 就是你說需要循環的那個初衷 對 所以租營這件事情也是一個 我們在今年覺得 可能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等等 覺得好像商品也有這樣一個操作的方法 沒有想法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只是說 這跟我們傳統上面 其實車子是很好的例子 是不太一樣 是因為車子的租賃 它主要是為了避免那個養護的成本 但你這個其實並沒有養護成本可言 對 對 所以你在講說沒有 我創造一個一段時間的特定體驗 對 那這個切入方法 當然你要交租賃也可以 我也不反對 對 但是因為傳統上面講租賃 感覺好像會一直續約 跟你這邊的Point是說 沒有這段時間結束就結束了 對 所以我沒有 我只在想Marketing上面 知道怎麼跟傳統的租賃有一點區分 因為其實 也如果假設說這個B2B的租賃方法 其實當然這個B2B市場也一定存在 但是我可能會認為說 如果假設你最希望的模型 其實變成是 For example 像訂閱經濟的模型 對啊 我們希望是 好的聲音是可以被這樣做到 我們原本意志 我們原本希望的期望 期待值是這樣 就變成說 我不用 就像我For example 像我看我做那個 Netflix 對 Apple Music Spotify 這些訂閱制的東西 我就變成是說 我並沒有要全部想用完整的內容 可是當我要使用的時候 是直接可以用 而且是我喜歡這個使用 所以你看訂閱跟租賃最不一樣 就是訂閱它預期一個 我會被Pleasantly Surprised 怎麼辦 就是說你會找一些讓我覺得開心的 但是我本來沒有預料到的東西 這是訂閱的意思 就是這兩個字 一般的意思 但我訂閱它 我會有什麼Pleasantly Surprised 這個也很玄對不對 你是到第二個月 突然給我一個新的集中 還是怎麼樣 如果訂閱的話 就比較像訂閱一個品牌 然後可能每兩個月 對啊 Netflix會派新的劇集啊 Spotify會有新的團啊 對 那這個會有新的什麼 對 你如果想得出這個 你就可以叫訂閱 那就很好買出品 對 感覺這種特定時間內的這種 對啊 貼心小禮物 配件 配件 特定時間內這種 感覺比較有機會 跟消費者去溝通 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比較想說 我們寫一個那個 城鄉 城鄉計畫 嗯嗯嗯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什麼 SBDI 城鄉計畫這樣 那我們就想說 欸這樣的 服務的 方式 這樣的投作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在 城鄉計畫裡面去 去 當做一個point 去寫這樣 因為 我當初看到這個計畫的時候 本來一開始覺得 跟我們應該沒什麼關係 後來 我家睡個覺起來 就滿不對 城鄉計畫這件事情 首先就是要清潔 去解決城跟鄉之間 支援的不平等 那為什麼支援不平等 是因為很多 不要說鄉計畫的 有些地方的媽媽 確實會為了一些 支援 為一些課程 特別搭車到台北來 這是我們 跟住產市他們 在合作 在討論的時候 是滿多這樣的狀況產生的 那後來我們就在問說 那其實這些 他們會願意驅車到台北來的 這些服務是哪一些 他第一個不外行就是 身心 就是一些身心的課程 課程類的東西 因為其實 台灣的醫療非常的發達 所以其實在醫療資源上 承銷的差距其實沒有落差 對 就是以身體來講 我知道你的意思 產檢啊那些等等 其實都非常方便 那落差的地方大概就是 個人化的機器 個人化這些東西 所以一旦的這間住產所 他們比較 他們也開始說 我需要把這些服務 就是帶到居家裡面 你可以在居家裡面 享受到這些不足的服務 他們就說 那如果可以透過這樣子 去提升你的服務的 不管是品質也好 或者是資源也好 這樣是不是又 我們的想像是 這樣是不是也符合 就是城鄉之間 縮短那個資源的落差 所以我後來想說 那如果以這個切入點 我們確實可以 試試看寫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在那個 縮短城鄉 差距這個計畫裡面 其實我們是 有引爆 就是我們要來做這件事 但主要是跟 這個宜蘭在武捷的這個 駐產所他們都會做這樣 那剛好運氣也算蠻好的 這是新創留另外一個 團隊叫好心 他們在做那個胎心移的 對 那他們有 就是我們有跟他們 也聊到這件事情 他們說其實那個 寶寶的那個心跳 它是非常非常低頻的頻率 那一般的音響 或是一般的 可能潮一波那些 聽到的那個都是假的 那都是去布齒上 知道你的意思 對 但是這個音響 它確實可以聽到 比較還原的 寶寶的心跳聲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是全部搭配成一個 服務的話 透過宜蘭的這個 駐產所 他們在那個居家的時候 確實是可以提升一些 他們服務的品質 或是服務的特色 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子 有跟那個 浩欣他們 有去做一些 相關的合作 所以意思是 他可以透過這個 聽到他自己的胎兒的心跳 對 對 他那個開心 很有創造力 對 所以 其實回到最一開始 就是聲音這件事情 就是無所不在 每天都會發生 那只是說 當你聽到的時候 是什麼美界的 你知道在什麼狀況下 聽到 或是你聽到什麼 來決定你 對於這個東西 好壞 那 就是說 在對浩欣而言 寶寶的心跳 他們可以 聽得到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媽媽 在聽到這個心跳的時候 伴隨著一些 比如說感動 或是一些 知識 那可能是透過 主產室啊 他們的 經驗 那我們就提供這樣的 設備 然後包含了一些 什麼台腳音樂 這些等等 所以我們覺得 這樣的合作方式 是一個蠻 蠻 蠻新穎的 拍照音樂就是 你的目的是 讓他肚子裡的寶寶 聽到自己的心跳 然後再加上一些音樂 再加上一些音樂 OK 因為我們 我們有 就是 就是 當然是 跟一些那個 助產師他們 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有 有了解一下 什麼叫 台腳音樂 其實台腳音樂不是 當然市面上很多 那些都叫 台腳音樂 那其實真正他們的定義 台腳音樂 因人而異 嗯 那怎麼樣說 因人而異呢 是依照每個媽媽的心跳 嗯 你要聽到跟你心跳 最接近節奏的音樂 那才叫台腳音樂 是是是 因為如果 因為他其實講那個說法 給我其實就蠻認同 如果今天一個媽媽 她的心跳很快 就比較偏快一點 嗯 強迫她聽一個很慢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她會受不了 嗯 那相反的一個媽媽心跳 比較慢 你聽一個很快 她其實會很難心跳 很不舒服 對 所以他們說台腳音樂 雖然有一個standard 但是基本上還是會 依照媽媽的心跳 就是平均的心跳 去建構這樣的音樂 那 他們說 有一個聲音 是 所有的 基本上 媽媽或是所有人 都能夠接受 是環境音 其實沒有節奏 是 所以他們說環境音 對於台腳 或者是讓一個媽媽 或是讓一個人 能夠專注聽你講的話 其實放一些環境音 是有幫助的 是是是是 因為他沒有節奏 所以你不會覺得 我會被打亂 我會被打亂 或者是歌詞 我不會去被影響到 他們說 你這樣的想法底下 在不管是他們在課程中 或者是跟一些媽媽 講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他們其實都會蠻喜歡 放一些環境裡面 喔 等些如果可以 好啊 我們來體驗一下 地方的媽媽 地方的媽媽 的狀態 所以他不用擦電 這個是 Bethery 可以用多小時 大概如果是正常音樂 或8個小時 因為其實我們出動單體 只有4個 對對對 你們單體少 就像iPhone 或是AirPone 你是啟動7、8個 沒錯 沒錯 所以炮電感就高 8小時很好的 8小時很好的 了解喔 所以是360度高 聽到一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 滿 沒有節奏的東西 但是你又很熟悉 你很鳥叫 又是鳥叫 流水又是流水 是是是是 對 他們也有 有跟一些 學術黨委 之前有一些那個 專門做野力錄音的 對 還有那個台藝大 有一些老師 他們有在專門去 去收錄一些 聲音的 你Pitch有講 他們也對這個商品 覺得是可以忠實還原 他們錄音錄到的東西 所以他們對這個產品的評價 都滿高的 所以就是說 我不用特別放什麼 這其實是你手機放的 不是 所以它裡面內間 這些環境 對對對 所以你沒事就放這些環境 就變成說 我不再希望是 去透過手機連接 或幹嘛 對對對 當然還是可以手機連接 當然可以 對對對 那比如說 你這時候聽音樂的話 你就想在大自然裡面聽音樂 對 那種感覺 所以它其實是不為了 就可以融合音樂 這些等等 嗯 所以這是我們 希望在音響裡面 加入一些附加價值 讓大家覺得 其實音樂 它還是 主要重點是音樂 就是你聽到什麼東西 嗯 對啦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我那時候聽你們peach 就覺得這部分很有意思 那時候還沒有聽到 足利的部分 對 所以我想問一問你 就是說 這個個人化的程度是怎麼樣 我可以直接從手機 燒一些東西進去嗎 還是怎麼樣 呃 目前的話 我們是把這四個 就是環境的聲音 可以直接燒在我們的硬體裡面 所以是ROM 是不能調的 對 但是它其實可以透過 譬如說 它有特定的音樂 譬如說 金剛鏡 真的有人說要燒金剛鏡 對 我剛剛也是想到 它可以 就是把東西計劃給我 然後再附音檔 我們是可以把它燒進去 就是這四個 我們有四個 Hockey 這四個裡面的其中一格 可以變成 其實這四個都可以 對啊 沒有道理 這四個都可以 但是 比如說你提供我一個音檔 就放在其中一個裡面 OK 但它不能自己在家裡摸的 就是 對對對 因為它必須要把這邊的電路板拆開 從電路板裡面直接掃 這個很何意思啊 這個是 人工製造的稀缺性 所以我們也有想說 就是 這個部分可以當一個 就是 未來跟客戶溝通的一個 賣定 如果它有一些 就是 需要被聽到 每天需要被聽到的一些音 聲音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我遇過的是那個 蔣君的金剛鏡 然後還有那個 送播 送播 這樣看 送播 對現在 現在很多人 甚至自己會玩送播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 隨時處在可以用送播的狀態裡面 它畢竟很大一個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它自己演奏 它自己錄起來 然後音檔讓你們燒進去 那等於它 只要一播 然後稍微看一下這個 有點像送播 反射板 它就可以回到那個狀態 對對對 然後應該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當初 當初 在開發的時候 有 除了360度以外 第二個很重要的理念 是 就是一個大人小孩都可以聽的音響 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 很多百萬的音響 反正在那邊 第一個它有黃帝位 我必須要坐在那邊 然後高音 要在你的耳朵 這些等等 其實小朋友 尤其是月曉的小朋友 在家聽百萬音響 聽到只有 紅紅紅紅紅 沒錯 因為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 音響比較低 沒錯沒錯 但是透過這樣的反射板之後 它從 60公分 我聽得懂 全年南向就是了 因為它是這樣 反射腳大 對 所以基本上 小朋友拍一張聽 跟你真的聽 聽到聲音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就不會說 我買一個音響回去 我的小朋友也可以聽 那如果我今天去聽這種環境 或者是 我聽送火 我在打坐 坐在地上的時候 我聽到的聲音 跟我站著的時候 是一樣的 所以我的印象 它的使用的 限制就會減少了 它就不會再說 偶爾要擺在耳朵高 了解了解 就是它場景比較多 對對對 它場景比較多 那這裡是 我們一開始本來只是設定說 我要讓小朋友 一聽到一樣的聲音 但是附加價就是 有些做瑜伽的 有些做靜坐的 對 然後我覺得 在地板上 我可以聽到一樣的聲音 所以這也是 蠻重要的 OK 對 不過我們有點離題 先回來 所以你這個 就是抽換音樂 或者說個人化 客製化等等 那 對你們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 機械性的動作 就是說 任何人來 他只要不要太長 這個20個小時 你都可以幫他燒進去 對 OK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所謂升級的一個方式 對啊 就是說 它不管是 從 已經沒有版權問題 或說不定 真的是大家 集資的過程裡面 甚至可以去挑 說大家最希望你們 Curate 什麼東西 送波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例子 對 那它就可以變成一個 類似升級套件 這樣子的做法 我覺得這蠻好的 這可能 這應該是我們 接下來 可能有一本 交費者 他可能有些是已經買過的 對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 讓他的東西去 Renew 對 或者是讓他覺得說 這個產品 可能他沒有想到新的產品 之前 就讓他就是用這樣子 去 讓他覺得自己的東西 是一個不一樣的 有點像客製化 新的東西 這樣 不過他這個沒有連網吧 對不對 對他自己 只有藍牙 只有藍牙 所以如果要就是 就是 OTA的話 就不是用營體 而是 OTA 其實我們 之前有想過 有問題 我們在這上面 就是 有一個空間 那我們就留了 電源跟公園線 所以 Amazon 又到什麼 Google context 直接接上去 它就變成一個 智慧家居 例如Alessas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OK 那因為這類型的東西 台灣其實是要翻牆的 對 台灣是要翻牆的 所以 大家使用的意願 其實一半一半 對 沒有真的 沒有真的 對 但是有 對 但是 我們還是預留了這樣的 方權 這樣子的設想 所以 東西只會越做越小 所以我們那時候 推出的時候 是Amazon的那個 Eco Dot 對 算最大的 可以裝進去 它是可以完全 完整的放進去 然後裡面有一個 USB的 電源線 電源線 所以直接放進去之後 它就是 Amazon的Eco Dot 還有Alessa 它可以做的 什麼 而且就是你提供它 很大電池 我了解它 對對對 然後 Google的也可以用 然後小米的也可以用 因為這些 智能裝是 不外乎就是音樂跟電源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 一流在上面 那不錯啊 那這樣等於OTA 你是把它外包 就是 給生態圈解決 你不要自己解決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些生態圈 一定提了 給人家裡很不難 對 它最難的就是 雲端跟這些服務 對對對 那這些是我們沒有辦法去 負擔 那些事情 不是這樣也不必要 因為你跟它競爭 你必輸 因為它是 一個禮拜就會換掉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你這個東西 它可以用很久 對 你不需要去配合它的那個節奏 對 所以 如果 比如說未來的東西 可能很大 換不進去 或什麼等等 那後面它其實也要有一樣的東西 知道 因緣線這些 一樣接上去 它還是一個 可以變成 智慧不智慧家具的東西 嗯 所以我那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考慮了這些東西 但是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說 讓這個東西要用久一點 對對對 從兩年 變成用到三年 我理解 我理解 就是那個模組版的想法 對對對 那其實 Olexia跟Ecota 它也是一個模組 對 它就是一個外包模組 就是說怎麼樣把它放到 我們自己的東西裡面 所以 我們在思考這些東西 都是模組 模組 那你們自己會想要出 裝得上上面的這個的東西嗎 我們是 我們有想過出裝在上面的東西 但都是一些小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光板 觸控的光板 是是是 然後我們跟 那個是在新竹 他們是中科院還是什麼 中科院做科院 對 他們有一個要扶植一個團隊 他們做公營請 公營 公營 中科院 公營 中科院應該是做非常 做非常 跟你們的距離看得有點 就是它是做空氣清淨機 然後做比較小一點 它也是就是 給它電就好了 它就是轉動這樣 所以他們在上面可以放一個 類似像靜電式的這種 空氣清淨機 OK 那也不錯啊 也是一個主意 就是一些小東西 能夠放在上面 那比如說像 IOT的這種生態權的東西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做 熏箱 會不會破壞你們的單體啊 不會啊 OK 但是我確實有想過熏箱這件事 因為你給了電 它就可以做熏箱 我有想過精油 是因為 音響在動的時候 它除了深以外 那其實是熱 那你這個就可以使用精油 是啊 是啊 我們確實是有想過上面要放精油 嗯哼 然後我們就在想一個機制 就是我怎麼樣補充那個精油 不要讓整個上面感覺 感覺油油的 哈哈 OK 所以上面的一些附加價值 我們確實也有一邊在想 那我覺得也可以讓你們的那個訂戶 就假設真的叫訂閱的話 讓你們訂戶投票啊 對 大家最想要什麼 然後你們就去開發這樣 嗯 所以它上面是有些可能 因為 因為這些商品不外乎就是點營 然後 然後現在的 嗯 車用的東西 很發達 你說點營氣炮人的那些東西 對 因為那就是很低的供應 很低的電壓 對對對 兩幅到五幅 那其實跟這個 它的 一樣的東西 電源的供應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車子裡面有什麼風扇啊 什麼熏箱啊 等等 其實上面都可以做 看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機構 設計在這個裡面 嗯 對 預留那個空間 本來預期是做IoT 但其實後來發現 可能性蠻多的 嗯 嗯 對啊 那我覺得你的訂戶就是 比方說我訂 你剛剛說十個月 嗯 我每一兩個月收藏些 我可以抽換的東西 我就會很開心 對 好像是一個 蠻可以 對啊 對 那我用一用我覺得很無聊了 那我就把它換掉了 對 因為你這個模組換掉總比這個收送容易 對啊 而且你十個月至少可以換個五六輪 對 嗯 蠻好的 想法 嗯 而且這樣開發重點比較容易 對啊 對啊 而且等它這個做法習慣了 你要它換整個就容易 你一下子就要它換整個 那個心理負擔比較差 對 對 嗯 就從簡單的開始 對啊 就盡量減少改變它生活習慣的事 沒錯 沒錯 開始做期 這樣 然後它又有一些參與權嘛 有一些決定權 所以這樣就很好 每一兩個月讓它投票一次 對對對 投票最高它就有機會 它有參與 這樣算是 或它做出有道理的建議 那你下一個模組它就可以簽名 所有人都收到它的簽名 設計款 蠻好的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想法 嗯 我覺得很好 會有一個社群出來 嗯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做這些商品 當然行銷是一個學問 對 但你覺得我們更想要知道 怎麼樣連結這些 就是 實用的消費者 對 因為它畢竟不是 我們不希望它是一次性的消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對於這些人的連結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不是一次買完之後 它就跟我們說再見 就怎麼樣在這一兩年內 維繫跟它的關係 嗯 等等 因為 我們發現 很多商品產品的 銷售關係 變成是一次性就是 我跟你買完 我下次再找你的時候 東西壞掉的時候 或者我要退的時候 那其實這就變得很可惜 那我們怎麼在就是 我們銷售出去之後 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它連結 當然除了優惠的時候 你現在不會發電子 不知道什麼 還是會 對啊 但不外乎就是一些商品 在做促銷的時候 或是一些活動的時候 在電子貨也會有專欄 就是說 一個全新的用法 對不對 我們做過一些專欄 是跟他們在討論說 其實你買的音響 那是怎麼來的 那就是比較技術 不過我的意思是 你的使用者寫的 然後給其他使用者知道 就變成大家 對對對 地方的媽媽怎麼聽小孩的心跳 其實蠻好的 對啊 我覺得這樣 就是讓這一群人 變成一個 互相能夠連接的 一個社群 對 社群這樣 所以就可以減少這種 我們一次買完 我們下次再見面 或是你東西壞掉的時候 所以其實這樣子 每次這樣子都 重複的浪費行銷成本 是啊 當然 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行銷成本 其實蠻兇的 如果我每次要重複 使用 就是重複浪費 雖然有這個名單 雖然有這些人 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 可能這是一個蠻好的 對啊 我覺得就是他在家裡的不同地方 可以發揮的新的用法 那由真的找出這個用法的人來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電子報 或者現在大家不想聽電子報 這個放Podcast也不錯 這樣子做吧 好 好 好像差不多 對 好 謝謝 謝謝 幫我很多 很棒的想法 很棒的想法 這個任何高度都可以聽 很有說服力 對 我們還真的用去打物理去算 如果今天是一個 我佔180公分 那我可以到200多公分 OK 從上到222公分 算出來 222公分 好 很好 謝謝 謝謝 很有收穫 謝謝 謝謝